新一集交涉現場又和大家見面 大家都見到這麼熟悉的 又是我們呼籲大家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回到我們任何一節QA 我們會在片段下面的留言發問 我們會盡答 有時不小心錯誤或者之類 或者有時我真的不懂得回答 都有的 所以世界都學不完這些 是的 盡答 第一題 Johnny Wong問 嘩 又是A73 這兩三個禮拜都是A73 應該要多謝我們 有份幫忙做測試 幫忙阿里 想問一下如果A73用舊鏡 想剛開始的時候找幾百元的試試 有沒有什麼介紹 香港哪裏賣到 香港哪裏賣到 我檢查了 那裏賣到的地址 地址就是龜林街 太上那間 應該有很多便宜鏡 即是哪裏賣到 龜林街和荔枝角度交界 那裏賣到一間中曬店 OK 其實很多 東面那間 容易買和便宜 而且真的好是多 而且那裏都OK的 老闆都平易近人的 OK 就是這樣 幾百元買什麼鏡 很多人選擇 但我都建議 我經歷 建議都是用標準鏡 即不用MM 先走 譬如你要容易買到的 即是它量大 用狂眼鏡會比較多 譬如淘寶 或者深術寶 鴨魚街都會有幾間店 買到一些Depta 當然要試 因為我都覺得 經常都跟你說 你要試再買一支鏡 才去買荔枝 有些荔枝未必有無限遠 可能那裏都是幾百元 而且如果多 就是Nikon 但相對貴一點 因為穩固質素 保證 其他Milta Orlintus 都很便宜 那裏都有很多 心想會買齊 OK 下一題 Jack Ma 我問 剛剛又是買了A73 有沒有方法可以一鏡過 錄30fps和120fps錄片 或者會不會有快速轉換方法 我覺得快速轉換方法 快速轉換方法就要付錢 我覺得 你外出時多個錄影機 HGMI過去外置的錄影機 你機內錄120fps 機外錄30fps HGMI偶賠 那是最快的方法 是 不計錢的話 不過這也是很貴的方法 也不是貴的 一兩千多元 不貴的 你買不到多部機 同時間加上支鏡 你都很難做到 一模一樣的鏡位 這是最便宜的方法 最便宜的方法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轉片 轉片用時間 是的 如果你說最快轉換方法 我想兩方面 你所說的轉換方法 是否 有一二零 你是機身 820fps轉30fps 還是有一條820fps的片 你轉成30fps呢 首先我們說 我們轉片 例如820fps 轉30fps 最快的方法 都是進行單位 檢測的 即是沒有剩下鍵 沒有剩下鍵 即是沒有辦法 現在還沒找到 找了五個鍵 即不是找了五個鍵 也沒有 至於最快轉換方法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市面其實很多剪片軟件 都有一個免費示板 給大家先用 你便直接 下載示板 你便可以比較一下時間 你可能 特意錄一分鐘 120fps的片 然後 將它轉成30fps 看看哪個時間最短 你便可以 以後用那個軟件去做 可能 有些坊間 這些 可能幾百元 就已經買斷了 所以 可以這樣試一下 下一題 Danny Troy 問一下 終於不是A73 但是 又是 因為本身有和樂D2 然後又買多一部A73 想問一下 有什麼轉接還好 主要是用騰龍鏡 不要用M-C11 我這樣回答你 其實我相信 M-C11 是有刻意不對應 騰龍鏡的 你知道 始終大家的品牌 都是一個市場上 面對面 很直接的競爭對手 他不對應是 理所當然的 大家會覺得 但是 我估計 你可以找一下 Metabone 那些 因為我所知 他們都很積極去調教 用而調教不同的鏡 配合 對 不過 因為 都不可以100%告訴你 一定可以 就算是一定得到 都沒有100%的效果 對 所以 因為你們兩個系統都有 我們又不會說 買多一套鏡 其實我是買多一套鏡 你而已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 但是 都試一下用Metabone 然後 因為 都是那句 都不可以100% 一定可以 簡單來說 如果你真的發現 某一個焦距 用了之後 你發現某一個你常用的焦距 都是兼用 或者兼用上有些問題 那就買兩邊 那個焦距才買兩邊 也會節省一點 也會節省一點 下一題 Parker 又問 有關於無反的問題 關於無反的問題 其實本身 Parker 正在用 600D 然後 有良知騰龍鏡 想轉會 A73加揭鏡 不過 因為 他會幫忙拍一些球類比賽 主要是 藍球比賽 不過 A73的揭鏡 畫得很明顯 不夠用 想看過一些 Zoom鏡 即是長距的 Zoom鏡 例如 70-284 或者 70-282.8 比較貴 因為 長鏡 他自己平時 就不太用 但又好像 沒有副廠好的選擇 想問問 會不會買MC11轉 還轉回騰龍的 7300 好一點呢 剛剛的問題 也有說過 Sigma的MC11 似乎在兼用性上 對騰龍鏡的兼用性上 你不要自動的 都不行 是 很大問題 所以 沒得這樣選擇 原廠 我會 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選擇買 二手的 70-284 二廣券 因為 二手 雖然 實際扔出去的價錢便宜一點 因為 我 了解 今年內 應該有些 非原廠的長鏡出的 應該有 不是很穩定的 那你買一支 二手的便宜一點 轉過頭 放出去 又不會虧到很多 到時 你真的需要 想換的時候 即是覺得那支 最適合用 你半鏡 門檻會低一點 是的 也輕鬆一點 因為你可能 你當租 頭尾 幾百元 一千元 也好 你都租了半年來用 籃球比賽 70-284 都可以 因為 你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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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不會 擔心 擔心 所以 都可以的 先用一支 70-284 因為 那支 原廠的那支 二手的價錢又不是貴 所以可以這樣想想 下一題 Alan So 最近又是入了A73 真的有很多朋友 進了A73 想問一下 不是這樣 是好的 好事 洗版 進去洗完 這裏又進去洗版 想問一下 想入一支 35.4 但是 現在市面上 即是AF那幾支 包括Canon 和Sigma Canon 和Sony 加上Adaptor 然後Sony 我自己加上 加上Sam Yang 三人 幾支 都是比較重的 相對 相對 Canon 和Sigma 還要加Adaptor 另外一支 是Furundat 35.4 輕很多 又便宜 可不可以 想問一下 這幾支鏡的比較 比較A73 你先說說畫質 其實Furundat 我知道我還未借回來試 我不敢說 如果以畫質去計算 你如果計算邊角的話 Furundat 應該 不太行 但如果你用了1.4 的話 邊角是不用計算的 因為永遠都 都不會用到 用不到 一來 你不會專門放一眼 眼鏡頭 對 而且警物一定是 本身就 所以 就算蒙了你也不覺得 對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性價比 我不知道 自動對焦對你 有多重要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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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考慮一下 那支 我們試過 挺好的 但是 也是那一句 那麼Furundat 那支 好像大了 不是重的 不是重的 不是特別重 不過算是大支 大支 Furundat 我們未正式試過 但是估計 估計 它是比較有老鏡味 即是它的歐科 是歐到爛了 很燦爛 如果是 顏色便會很燦爛 顏色很吸引 對 很誇張 是的 但是 那個解像力 可能就未必 及得上 另外幾支 暫時都是估計 但是 我們 都是那句 我都未正式過 很難 再加上 你是手動鏡 其實我覺得 因為 手動鏡 我是 我覺得 操作性 是差一點的 可以加一個 Auto Focus 的調節 不是 Furundat 那支直接是 E-mount的 直至V-mount 如果買個M-mount 那支 那支 光學結構 又是另一件事 再舊一點 是的 要買舊鏡 所以 都是那句 考慮一下 還有一支鏡 我都想遲些借來試試 即是現在回應 雜誓這一刻未能回應 我會建議買Sony Sony 3.4 我建議3.4 真的很方便 OK 是的 或者如果你不需要超大光圈 不過我想你也是想要超大光圈 超大光圈 現在是小的 是的 因為有兩支2.8 給你選擇 還有剛剛有一個傳聞 會有一支賽斯1.8 會出 不過那個傳聞 只能說得來 只能說得來 出得來 可能有一年後 就算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 對 所以 所以 我以前有E-Mine E-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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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華那支 暫時都還在我手 簡單來 我 很喜歡 Zoom鏡 即是去旅行用 但這支鏡 即3G來說 尺寸是最大的 對 大AF 對 還有光圈也最小 對 所以 認真說 要考慮的東西 都挺多 完全不同 那些3G 對 對 老華那支 我喜歡 但我自己用的 在我來說 我覺得它太大 但看你去哪裡 看你去什麼 去旅行 都是 例如我介紹一下 吳哥佛那些 因為很多樹 你近拍照 才會拍到效果 所以越挖越好 還有 我自己 不是特別喜歡手動對焦 就是 旅行 看你慢慢走 慢慢拍那種 還是 跟團 到完景 兩下 一落完車 喝口水都未夠 他就趕你上車 那些 富士那支 富士那支 我忘了 賣了 當然 那麼多支 最貴肯定是他 富士那支 最便宜的 那支 最便宜的那支 那支 還有二光圈 是的 老蛙那支 也三千多 我很留意 雙眼那支 質素都不錯 全部的質素都好 認真 但是 我自己選擇 我會選這副 其實我要買齊 不過現在選了一支 是的 或者 要買一支老蛙 買完富士那支 因為它光圈又大了 對 拍星星的 對 好 今節最後一題 那 Compah 就 講回 因為它在我Compah的影片中 問的 不特別講 另外有問題 就問 已經訂了A73 會買一支55.1 對 想選擇鏡 因為想去澳洲拍風景 除了機身和一支鏡就定了 下面還有一支Y鏡的選擇 究竟問我們意見 第一個選擇就是 十六三五四光圈 第二就是 二八二光圈加起來 0.7的Adapter 接著 二八 加之三日圓的 十四 二點八 手動 或者有沒有其他推介 拍星空 我聽說 是用二點八 和 Y的十六 所以一定最後一個 應該是二八二加 三日圓 十四 二點八 是的 還有三日圓十四二點八 其實有自動對焦的選擇 對 對 還要便宜過Canon版的 對 但是手動版那些 再便宜很多 再便宜很多 對 我個人會建議你買 不過如果你打算拍星空 手動和自動對焦 手動可能更好 對 對 因為有時關機開機 Focus會再動 對 那就勉強有麻煩 對 他應該有做過功課 對 只是多個選擇給你選擇 就是AF和MF 但是 如果你純粹計算升空 可能手動的指援更好 對 OK 那今集到這裡 待會回來繼續QA